一 二 三 Cheers 這次兩大影帝合作 其實一開始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 感受是怎樣的呢? 開心 感受是 我也是很開心 因為 雄子光導演找我 那時候 那我又 叫他給他第一部電影我看 那我看完之後我很喜歡 所以很希望能夠合作 那我和阿黃又好像是 我印象裡面從來都沒有合作過 印象其實後來我們拍戲的時候 我都偷偷地跟他自哥說 其實我們在TVB的時間裏面 就拍過一個處境電視劇 處境的一個 是不是那些叫 sitcom那些 是啊 不記得了 你做教練 是很久的了 但是他好像後來 後來就 積極去找回一個片出來 但是都好像很模糊 已經是1988年了 就是了 所以在電影方面 其實我和韋仔 都是第一次合作 在這部電影裡面 那相隔了這麼多年 再去合作 會不會覺得對方有些什麼不同 我覺得阿黃很專業 就是和他一起合作 覺得很舒服 和很愉快 韋仔當然是我們影帝中的影帝 很開心 因為韋仔對一個角色 他的處理 是很獨特的 世間只有一個 不是 是 抽氣 不要這麼說 不敢當 不敢當 現在正式上話 大家已經熱烈討論 你想掛韋仔那一幕了 其實我剛才都說 怎麼捨得一巴聲下去 但是你真的要拍戲 就沒有辦法 剛才我們都說 韋仔都說得很重 就是我們那個鏡頭 是一副 一個長鏡頭 變成打韋仔那一刻 已經差不多去到那個鏡頭的尾 所以不能錯 三分二 對 三分二 不能錯 好像有些演舞台劇的感覺 但是是實演的 我覺得是很難忘的 是否很緊張呢 那場戲 緊張 是緊張NG 可能是 打下去那一刻 就不捨得 但是都要打 因為角色的需要 網民平你是 網民平你是 教科書級的演技 你這一巴 不是吧 我沒怎麼留意自己 你從生氣到 是有一個笑容出來 每個人都可以 餵仔 今次看 K所妙思雅教首映 你覺得這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還有你作為一個文化icon 你覺得我們在推廣 香港文化藝術方面 可以怎樣再做得好些 或者有什麼可以做 和合作呢 感覺是怎樣的 其實我都不是對K11好認識 我來過一次 就是上一次的 香港國際電影節關緊拍導演 那時候我來過 我覺得很新鮮 我以前不記得尖東 是很久之前我拍電視劇 現在好像變得很漂亮 很大 可以說到的文化 拍多一點